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起的时候 告别2008 刚好 刚好吗 零点吗 迎来2009 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感慨万端 这08年总算过去了 这难道不是吗 这么多事 徐老师对江江逝去的一年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一年大家信心增加了 您是不是刚从温总里那来 没有 我自己的体会 我对信仰没有太大改善 信任也没有太大改善 信心增加了 自信 执政集团跟民众的信心都增加了 但是信心增加了 也只能管一半用 我跟你说 首先他得有信才行 诚信是问题 这不是我说的 最近我看见 你知道北大新换了校长了 叫周祈凤 也是跟咱凤凰卫视叫凤嘛 对吧 周祈凤 最近说 中国人这个诚信危机太长问题了 就是说最近新周刊还出了一个盘点2008嘛 就聊聊什么呢 就今年年尾这看出来了吧 美国为贪婪付出代价 但是中国为诚信付出代价 这个周祈凤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交往当中 这个信用缺失 你知道现在造成的损失 已经占了GDP的10%到30% 每年损失5000个亿 就是因为做生意不求信用 说话不算数 所以他就心情如焚 说这事不行了 咱们以后不要再互相骗了吧 对对 以后守点契约行不行 就发出这个呼吁嘛 所以我说光有信心不行 诚信先得建立建立 对那么今年因为就是很多事情 几乎大大小小说的事 你都看得到诚信的问题嘛 就比如说 这个什么年龄够不够岁数啊 这个奶粉有没有毒啊 一堆事 全都是跟诚信有关 所以我想 你说要讲信心啊 就当然你可以说 我们很有自信心 但我觉得这背后的东西不实在啊 这个自信心有时候会挺虚的 举个例子 像最近呢 有个网上很热播的一个视频 你们看到 不晓得什么地方 一个小学 是从正面拍着一帮小学生 全站在教室里头 再朗送一首诗 听说那个诗 是他们老师给他们写的 那后来网友们 给了这首诗一个名字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名叫 2009中国最大 嗯 你听过吗 他是这样的 他就是一帮小学 就真的是那种朗送题啊 就男的念一句 女的念一句 大伙一起在其身念一段 那种 哦 我想是搞过那种演出 还都搞 还齿齐比伏呢 齿齐比伏 然后呢 就什么 西方的价值观 这时候就像大雪一样 飘零散落 然后呢 砰砰砰砰砰砰砰 念到后来就说 地震震垮了中国了吗 然后全体东西 没有 然后跟着呢 就说 但是我们震垮了 萨克棋的脚步 这类的 这个东西你看 这我说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一看这个 原来这就是中国人拍的AV AV是什么 成人录像 这是日本人的说法 这不是玩色情的那种 为什么我说这个像 就是色情录影 色情电影的核心在于意淫 我赢不到它 我意淫 没错 就我们号这个 以前鲁迅不就是老假了吗 中国人号意淫 没错 就是我们喜欢这种东西 李敖不是原来说过过去那国民党吗 就是首赢台湾 意淫大陆吗 对 意淫 从贾宝玉就开始 意淫 意淫我跟你说 它是快乐无比的 你意淫 不是 鲁迅说 是嘴巴会半开半壁 我后来看电影的时候 我观察了一下 还真是这样 你就看那些镜头的时候 嘴巴半壁 观察得很仔细 邪老师开半壁 狗文学了 哎呀 还叫狗 对狗文学 意淫专家 我给大家公布一下 徐老师做节目的时候 他面前得靠什么来提示 这什么 就是我发现怎么 最近咱说盘点2008 你拿出来的是一个最近 好像倪震那个 倪震那个小女朋友 湿稳的那一位 你知道我这两天碰到 人家都在问我 说 徐总 你在哪个学校教书啊 我说我在岭南 哎呀你不在陈大 马家辉在陈大 马家辉在陈大 你不在陈大 太可惜了 陈大的内地生可开放了 然后呢 你再说这文道 你都当了和尚了 在这儿还这个沉痛悼念 范倒爱同志呢 说是范倒 范倒爱跟你什么关系 范老跟你什么关系 范老 这是我的青春小鸟 一去不回来了 他这一修行 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了 人体就挂着范倒爱 这真的 因为你想想看 我刚刚才跟朋友在聊啊 就说现在大伙的 有个争论 就是范倒爱老师啊 对中国年轻人 到底有多大影响 很多人 比如说我父母 还不了解这个范先生 我也是范小姐 刚才话的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范倒爱 范倒爱老师呢 可以说的是 日本AV史上的奇葩 中流地区 奇葩 说什么呢 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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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马丽莲梦露 这样的地位 对对对 她是这样 她是80年代末 90年代时期 很红很红的 一个AV女星 而且当时 她跟别人一样 咱们看看照片 咱们看看照片 哇你还有准备 哎呀这是学生装 对学生装 再看下一个 这个有一部分的 这个身体了 那么你看 我们导演还找不来别的 但是徐老师 咱们应该报应 年终回顾 应该寄予同情 因为最近的这个大新闻 范倒爱老师呢 在日本死了 现在警方严重怀疑 可能是自杀 哎呦就搁在寄所里 臭了才给发现 非常惨 而且她呢 很特别的地方在哪 就她不只是演那种AV 那种电影 而且是后来呢 她就退出江湖 因为他们都这个产业很残酷 就20多岁就显老了 然后就退出 她退出之后 她改行 改行做了我们这行 说起来还是咱们的同行 真的 不仅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啊 是吗 说话节目主持人啊 是同行啊 从脱衣袖到脱口袖了嘛 对啊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变成脱衣袖 然后呢 她呢 就做这个节目 做得还很火 后来还出了一本书 那本书啊 你看书名就知道聪明的人 叫做什么 柏拉图是性爱 哎呦 我一个字不少看完了这本书 你看过吧 没错 范倒爱讲她的这个性经历啊 我跟你说 就是日本很多五六十岁的男人 怎么跟她这个发生这种 那叫 哎呀 徐老师皱成眉头 我不知道 细节咱们下来 我再跟你说吧 对对对 反正你读过你就知道 是聪明那个女人嘛 她在台湾上 蔡康永的节目的时候 那个问答才妙 蔡康永呢 一开始说 哎 范倒爱老师 这本书 你是 是你口述别人代笔 还是怎么样 你知道她怎么答呢 范倒老师就说 蔡先生 您是不是怀疑 我不像是一个 能够写书的 那么聪明的女人呢 厉害啊 厉害 所以棋女子 棋女子 才三十六岁 对 然后呢 我呢 是 我的AV岁月 比一般人开始的早 大概十一二岁就开始了 以前就听你介绍过 致奶 对对对 没错 然后呢 08年的流行词之一 没错 终结的也相当早 没错 上大学一两年去 已经不看了 早摔了 没错 你看 她跟我这个正相反 为什么现在闻到修行 说禁欲 断欲 就被AV 广大女观众 很深心 对吧 但是她能断成 我跟你讲啊 她是因为呢 她年少的时候过度了 太过度 你像不像我 所以说到08年就痛苦了 我小时候在大陆长大嘛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性压抑 达到了极其残忍的 就是捏泥板这样的 玩尿泥嘛 就是 能干什么 知道你怎么过的 所以我为什么 我现在就是 就是到这时候 赶快弥补年轻 后继薄发 没错 所以要 这有关系 你知道吗 这个你别小看这个AV 它360行啊 它也这个行行出状元 对吗 你像这个范导爱也是 对 没错 也是一种叫 现在叫多元 都多元文化并存嘛 它也算是一种亚文化 次文化 对 所以她呢 等于是我看AV的 几乎是要到末期阶段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女明星 那么当时是非常火的 那么后来呢 大陆呢 很多人 现在在怀念他 他怀念他 因为他去世了嘛 那么我发现 有意思是 我发现原来大陆 很多年轻人也看 所以他们是 其实年龄是差了一代 但是问题是他们呢 就是后来 在网上电驴啊 什么那个地方 弄下来看了不少 所以你看 现在网上 有一个网友 他就写了这么一段 一段东西 我还把它贴到我博客 写得非常好 叫做沉痛悼念 泛岛爱同志 今天我们怀着 极沉痛的心情 怀念日本的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伟大的教育家 亚洲热血中青年们的 最高精神领袖 AV业的卓越领导人 泛岛爱老师 几天来 亚洲热血中青年们 都为泛岛爱老师事事 感到无限的悲痛 而且呢 他后头呢 还描述他出道的过程 就说泛岛爱老师 13岁那年 正逢全球金融危机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万恶的日本政府 又和房地产开发商 日石油 日石化 日电信 等邪恶垄断集团 狼狈为奸 搞得是名不聊生 看着在水深火热中的 日本老百姓 出生于普通无产阶级家庭的 13岁的泛岛老师 毅然选择和男朋友私奔 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后他说 此处呢 就省略与潮吹颜色 等有关的专业词汇 三万字 经历了千辛万苦 他终于成为AV业女王 造福着全亚洲热血中青年 他的一位中国骨灰级粉丝 刘二胖先生 曾经这样评价道 自从小爱的AV 广为流传以后 我国的新婚夫妇 由于缺乏性知识 不能原防情况 逐年减少 爱老师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但是最后很悲惨 2008年金融危机 再次席卷全球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 再次严峻 万恶日本政府 再次和房地产开发商 日石油等邪恶垄断 集团狼狈为奸 看着在水深火热中的 日本老百姓 范导爱老师在平安夜 选择用自杀的方式 唤醒民众 对抗这个万恶的社会 范导爱老师永垂不朽 你看他也宣泄一部分 这个社会情绪 对吗 所以其实啊 风花雪月 有它很重要的社会 我要找个片子来看看 你看看他那个 合理是怎么搞的 对不对 有机会 交流一下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不行啊 我得给闻到那个啾啾篇啊 这和尚怎么现在都开始玩玩色情 我告别了 你修道 就告别了 怀念而已 就告别自己的一个过去 现在我们要展开这个读经运动 徐老师 这我也得跟你说说 三字经 说一下三字经啊 被这个老外翻译之后 成了一个什么效果啊 这个人之初嘛 性本善嘛 性相近嘛 习相远嘛 是吧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人之初 人生之初 性本善 性爱是件美事 性相近 东西都差不多 习相远 但玩的花样不同 狗不叫 如果你不常练习呢 姓乃千 姓就离开了啊 教之道 学那事要有谱 跪以专 重要的是要有个固定的性办 子不学 你如不努力练习 断机住 你的小鸡鸡早晚要废了 这就说到我们家人 窦阉山 阉山有个姓窦的老头 有益方 拥有一种姓兴奋的药方 教五子 教给他五个儿子服用 名巨羊 他们家的性能力 四处闻名啊 养不叫 如果你的孩子不懂怎么做 复制过 那就是你的责任 叫不严 如果他们在这方面总出现问题 师之堕 肯定是老师太懒惰了 又不学 性知识 不从小孩学起 老何为 长大以后就不知道干那事 欲不拙 你如果不常锻炼你的那个东西 不成器 他就 那我就别念了 这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就开始走上毁瘟毁道的 没有没有 还得揪篇 还得回来 给大家念念 徐老师挺傻的 因为他们上次说 香港不是重拍了一个漂亮的金平梅吗 挺严肃 可找不到中国的 就是包括两岸三地 找不到演三级片的女演员 这么大的中华世界 没人愿意投入去演 结果找的里边是日本AV的人来演 这是一个侧面 而另一个侧面呢 全中国遍地都是族域啊 这个桑拿 很多带伞的 那个 就是说它这个变成一个非常两极 你就讲性这个问题 它一方面这么大的一个中华世界 崛起于世 在世界AV工业里边 站不到地位 完全没地位 完全没地位 就是不此于入行 去了以后也转正 对不对 其他们现在都红了嘛 对吧 都转正 没有人做这行 但是另外 但另外一方面 你看这些 其他的新闻 比方说像这些新闻里边 多多少少 其实也都跟性有关系 进入了日常的生活 你把这问题提升到一个 民主产业存亡的一个高度来讲 是 我们靠这个提升内需吗 已经提升了 你知道中国现在这个 这个内部按摩 这全世界这是没有了 所以 这个 这个是习惯 他说回头 咱们一开头讲 讲诚信 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 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也有人呢 就说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说他说一套 做一套 这底下的是一回事 说出来的是另一回事 可是问题就是 你原来闻到他讲那个 名语时的脱节嘛 很多问题 名语时脱节了之后啊 信任没有了 比如说现在你像我 谁忽悠我 我也不搭理你 可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 虽然是这样 信任出问题 或者说一套 可是效果好啊 现在真的有人 我现在就碰到 包括我朋友中间 现在都有人 当初都是鼓动学生 闹事的这些 现在都是正儿八经 讲堂上讲 就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完全可以不走 完全可以不理西方的 以前有点 有点不自信啊 就中国从上到下 有点学西方啊 或者跟着 你讲到民主 讲到选举 总有点气不顺 可是今年的事情 我发现过了以后 我真的发现 你看危机 我们也能处理 雪灾啊 地震啊 处理的比人家还好 好事我们也能享受 我们金牌拿第一 最重要的是第三件 你看人家现在大风暴啊 海啸啊 我们这里是世界上 一个健康力量啊 所以有人说 你别讲那么多 那些什么什么东西 效果好 所以说自信啊 上来了 好不好 另外一回事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就是说 也有人说自信太爆棚了 减缓改革速度什么 但是信心上升 这是一个事实嘛 行 徐老师你基本上是 刚才把我的这个串场词 给说了 正好引出啊 我下面一个短片 我们这个节目组的 这个这个编辑啊 也编了个短片 大小是个2008嘛 对吧 我们给大家简短的 在这个时刻 共同度过一下 好吗 我再次带你一顿是我的 第一个小时 我再次带你一顿是我的 一顿是我的 我再次带你一顿是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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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